28号凌晨,小雅和朋友喝完酒之后,感觉头有些晕乎乎的 两位姑娘就在杭州黄龙饭店,开了个房间 之后发生的事情,给两人带来了恐怖的回忆 开好房间后,小雅说自己就睡了过去 小姐妹佳佳一直在和别人聊微信 我小姐妹可能就喝了酒,然后她老是说要过来 然后她就说让她过来联系电话,什么送夜宵之类的 反正我已经是喝醉在床上了 佳佳是学化妆的,今年刚毕业 她说老师姓吴,之前是她的舞蹈课老师 是一名代课老师,年纪二十多岁 电话打过没多久,无心男子就赶到了酒店 可是手里并没有拿夜宵 我跟佳佳睡在床上了,然后她就突然间躺到中间来抱我 然后我这个人意识很强的,我就一直在打她 小雅说自己曾提醒过吴老师几次 对方却并没有收手的意思,之后发生的事情就有点失控了 然后关灯了之后,她又对佳佳做那种事情 就是对侵犯啊,佳佳这一点意识都没有 所以我觉得我作为朋友,我需要站出来 平常就是跟她,就是学生关系,也不跟她说话 也没有,就偶尔有的时候有机会一起聚会 我从来没有想过会发生这种事情 让我超级意外 小雅和无形男子吵了起来,还发生了肢体冲突 我说让她走,她不走,她就甩了我一巴掌 然后我就反抗的,我也甩了她一巴掌 冲突过后,小雅身上有些瘀青 小雅当时报了警,可在警察赶到之前,五毛跑了 现场小雅拨通了对方的电话 那你就说你有没有恶意的碰佳佳跟我,有吗?这是事实吗? 我有去碰她,她是我学生,碰你了,对 佳佳都已经承认了,我们已经电话联系过了 吴某否认了小雅的说法,到底怎么一回事? 杭州北山派出所还在调查 1818黄金也记住报道